我想提一个两个阶层的一个问题 一个阶层是比较可以说比较理论性的 就是说中共在对乌威尔的这个行为 应该给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概念的概况 就是说它是不是种族灭绝 或者是另外一种大陆 毫无疑问他们在对乌威尔这个种族的大陆是非常残酷 但是一种怎么样的残酷的行为 我要提一个概念上或者理论上的问题 因为这个种族灭绝公约 他们做了你提到的五条代语都是对 但是按照这个公约的定义 中族公约需要一个 intent OK, so按照这个公约的定义 article 2,第2条 它说, in the present convention genocide means any of the following acts committed with the intent to destroy in whole or in part a national group 所以问题是说中共的 intent是什么 犯罪动机 动机 动机或者目标动机 对,它的动机 它是不是因为 它当然是做了这五条行为 但是它动机是不是要 全部或者部分的消灭这个种族 是值得提问 因为如果不是这个动机的话 还有五个概念可能是更准确 所以第一个概念是争足灭绝 第二个概念你提到是这个同化这个民族 就是说让他们放弃他们的伊斯兰教 放弃他们的一些文化的传统 就是防弃一些比方说不抽烟 或者不吃这个鱼肉的这个 或者穿户 或者这种 就成为一种像灰族一样的 就是成为 就是说只能讲中文 等等之类的一个 就是说他们的文化要灭绝 这个叫做Cultural Genocide 但是Cultural Genocide 在国际法 是不是一个概念 这个是大家有辩论 第三个概念 第三个概念 是不是他们可能是真正怕恐怖主义 当然是过分的怕 但是因为要消灭恐怖主义的根源 第四个是Internal Colonialism 就是殖民地 是这个内部殖民地 你提到刘亚洲 也有王继思 王继思是不是提出西方大开发的概念 就是说他们要利用这个土地来 也要开发这个土地 所以他们派很多汉人去发展新疆 而且用新疆为一个一带一路的一个 关键的地方之类 就是说这个经济的和战略的目标是主要 所以要就是要控制住在这个地方的各个民族 所以这个是我的 actually不是五个概念 是四个概念 所以我就提这个概念上的 理论上的问题就是说 中共在新疆动机目标是哪一类 但是第二层的问题是说 我刚才也提到就是说 我毫无疑问我全世界应该像你最后说的 应该站起来反对 因为无论是哪一种动机 它还是世界上应该反对 但这个问题是说 你作为人权的活动家 认为全球政府或者人民反对中共的这个办法 有没有 有什么办法是有效 我们有没有希望能够找办法 就是或者是权说或者是强迫中共改变 他们对无论族的这个待遇 我好想听到这个 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 你没有提到这个东西 可能能够给大家说明 Uyghur Forced Labor Production Act 是比较受到北京的关注 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 这个东西你认为是不是有效 好 谢谢林安佑教授 我尽可能记着你的问题 然后去围绕这个问题 首先动机 我记得我看了一本书 这个最近的 我做个宣传吧 新疆中共支配的七十年 这是一个日本人写的 熊仓润 最近在台湾出版 那么它里面呢 就有一个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和 犹太大屠杀的相比较 纳粹德国呢 是要把犹太人 排除德国人的社会 也就是说 不让他们混入 但中国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要把维吾尔人变成汉人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 给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 就说 我为什么学汉语 通过我自己的经历 那么我从一个维吾尔学校里头的孩子 然后转到学汉语 当时父母最开始的希望 不是我的自愿的 我的父母的希望是 我能学好汉语的话 找个好工作 在当时说汉语的维吾尔人不是很多 因为他们在工作中 他们在铁路上 尽管工作很好 但遭遇了很多的歧视 所以希望孩子能够学懂汉语 然后能找个好工作 那么我记得父亲每次都是告诉我 我给你 让你 让你 给你吃嫩 维吾尔人把这个难看得很重 很神圣 就是为了让你有骨气 学好汉语 和他们平起平坐 那么慢慢的跟着我自己的遭遇 其实在学校里头 看起来好像很琐碎 我只举一个例子 我当时我学习很好 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进到重点班里头 语文老师特别喜欢我 当时因为那时候铁路上就使用北京时间 我们有个早早图 那就是大概是凌晨五六点钟 我们就赶到学校 凡是迟到的老师都要发站在外面 所以那天冬天我也迟到了 外面下着雪 我在门口喊报告 老师 一个语文老师 非常好的一个老师 而进来 我进去了 他看我一眼 维吾尔人没有早起的习惯 伊丽夏给你坐下 我当时就哭笑不得 如果我要纠正老师的话 维吾尔人早起 因为我们要做整礼拜的穆斯林 那他肯定会让我到外面站着 所以我坐下了 忍气吞声吧 但他也不是个坏老师 这种的歧视 无知的一种歧视 比比皆是到处存在 所以我也决定 我学习一定要学好汉语 要和汉族人平起平坐 结果我大学完了以后 毕业回来 那么后面呢 在这种和同事们的当老师的过程中 我也当过15年的老师 是在一个教师培训学校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就发现他要的不是一个懂汉语的维吾尔人 他要的是一个名字叫维吾尔的汉人 因为当时有一位老师教研史的组长 他在我和他争论以后 他就对着我说 我听别人说 在这个维吾尔自治区 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老为说汉话 他说这个老为一说汉话就不好对付了 就开始跟我们争辩 那么我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所以中国政府的童话 就是他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忘掉了维吾尔人的身份的一个维吾尔人 完全是汉话了的 不分饮食等等 所以呢 这个日本的作者 现在回答那本书和种族灭绝的动向 动机 那么他说 中国的种族灭绝是什么呢 就是要把维吾尔人 融到汉族人里头 让他消失在汉族人的这个 人口的汪洋大海中 就是一部分的 那么这个 从理论上讲 我认为还是种族灭绝 他的动机就是让维吾尔人 不能以维吾尔的这个文化身份 和这种意识存在 他要把维吾尔人 你不变成像他希望的 我尽管汉语讲得非常好 我能用汉语写文章 我能够演讲 还能给汉子学生上课 当老师15年 但是因为我始终认为 我是维吾尔人 我的文化和汉人不一样 那我就成了敌人 要消灭的对象 要专政的对象 所以从这个动机上 我认为 这个中国政府的动机 就是要消灭维吾尔这个民族 至于怎么消灭 当然没有像纳粹德国一样 有机关枪摆在那儿 挖个大坑吧 犹太人全部射杀完了 埋在那儿 所以我们 我觉得 我们现在的意识当中 因为很多时候 谈到种族灭绝 我们眼前浮现的是 钢琴家 浮现的辛德勒的名单 等等那些 机关枪扫射 集中营里头打死 所以我们往往把 国际法中的这个五条 有的时候总觉得 是不是维吾尔人这个不够 但是从 就是这个法案的起草者 从他的 我把他的传记也找来读了 那么从这些方面看 他是符合的 所以动机我认为 中国政府动机就是 不让维吾尔人 以维吾尔人这个内涵 以及这个帽子全部存在 他要把它全部要清除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您的问题是 讲完第一个就有话 关于这个强迫劳动 强迫劳动 这个act 这个congress的法案 强制法案通过以后呢 我觉得对中国造成的这种 压力是很大的 原因呢 就是东普加斯坦 名义上是维吾尔自治区 实际上维吾尔人什么都没有 银行 就包括七十年代 就说咱们说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维吾尔自治区有很多的厅 财政厅的厅长是汉人 公安厅的厅长汉人 这些凡是有实权 税务局的局长是汉人 银行的行长是汉人 有实权 有经济 有利润的这些部门呢 第一把手都是汉人 然后书记才是维吾尔人 像那个民政厅的厅长 那就是维吾尔人 书记是汉人 像复联的主席是维吾尔人 书记是汉人 就是说没有这种有水的 或者说是没有实权 执法权的这些单位 第一把手可以是维吾尔人 然后书记是汉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东土厥斯坦的经济 完全被垄断在汉人的手里头 而汉人的这个垄断呢 又是通过兵团 以及那其他大的公司来实现的 比如说兵团 我在兵团的教师进修学校当老师 我当了15年老师 带着学生下去 拾了15年的棉花 所以我对那种强制劳动 包括这种棉花 我都是第一手的经验 可以说 那么兵团呢 基本上垄断了 维吾尔自治区棉花产品的 一多半 然后水果产品的一多半 然后维吾尔自治区最大的企业 什么天液啊等等 都是兵团的企业 所以呢 它出口到国外的 包括西红柿酱 都是兵团企业 斩龙头老大 其他的有没有 可能有 但是干不了 维吾尔人可能最有名的企业 比如说阿尔曼 它干什么呢 一开始是从土耳其进口一些土耳其食品 然后通过这个 后面稍微扩展了一点 包括维吾尔人的一些房地产公司 大的股东 大的都是汉人 那么经济 当被汉人 包括产品这些都掌握的时候 尤其是兵团 那么美国的这个强制劳动法案呢 就正好 因为它把兵团也加进去 在任何兵团产品都认为是强制劳动 那么这样呢 就包括 所以兵团 不是鼓动一些人要起诉美国吗 那么包括这些呢 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而且 Homeland Security 国土安全部 包括它这个边境保护局 专门成立Task Force 工作小组 在对这个进行实施 所以在这些方面 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压力 所以最后 习近平呢 把陈全国换成马兴锐 这个不是一点无辜的 那么很多人当时 包括我在内 我以为习近平可能会 一意孤行给陈全国 一个很大的权力在中央 但结果发现 陈全国还真的是 一下子就 今天他们到底种什么自己都搞不清楚 因为棉花出不去 由于这个强制劳动法案的实施 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 那么这就说明这个制裁起作用 这是第二个 最后回答你的 国际社会应该怎么去阻止 能做什么 能做的很多 实际上 很多人以为美国需要中国 实际上是中国需要美国 中国能走到今天 是因为美国 基于了它 最惠国待遇 各个方面的这些待遇 是美国把它引入到 这种现代科技这些方面 投资很多 包括日本 所以只要美国带头 坚决 我记得 欧巴马总统的时候 中国成立亚投行的时候 一开始美国说不加入 日本也没有愿意加入 但后面呢 美国又变调 就说不反对等等 最后呢 搞的这个 很多的 亚洲的一些旁边的小果 不知所措 因为美国的这种政策上的 动摇 摇摆 往往是很多的 在中国周边的国家 感到 这种政策的不稳定 所以他们害怕 最后成为孤家寡人 被中国霸凌 或者是bullying 所以呢 美国和西方 那么从陈全国的例子 盛世财 在东土基斯坦进行屠杀 蒋介石先是给他给 把他弄到重庆 给了个农林部长 那么他一直到台湾 还能出头露面 但陈全国 被美国以及呢 欧洲几个国家 加到这个制裁名单里以后 完全销声匿迹 一开始是什么 中央农业工作小 农村工作小组的主席 小组长 到现在呢 什么都没有 中央委员也没有 政治局也啥都没有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制裁 对他们还是有震慑力 所以美国手中的武器很多 比如说在乌克兰战争以前 那么大家对俄罗斯也是 随经 我占领克里米亚 占领乌克兰 几个 大家都没有反应 只是谴责一下 那么后面 从Shift 美国把它和盟国一起 把俄罗斯踢出来 踢出去来 有人估计俄罗斯的经济 好像没有大问题 但是有问题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俄罗斯经济在下降 发展各个方面 那说明呢 我们把中国也可以通过 像这个最近的前两天的 取消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把它划归发达国家 那么中国不是号称 自己是崛起大国吗 那就当发达国家 不要享受这些 发展中国家的待遇 那么如果其他的欧洲国家 也跟进 大家一起 那么中国会低头 它不可能 当然共产党也会像毛泽东时代一样 让老百姓 穿的裤子都没有 吃不饱 还喊解放台湾的口号 震天祥 但是 我觉得现在 从中国民众的白纸运动 以及其他的各个方面 一直到现在为止 很多的中国的一些 有骨骑的知识分子 比如那个北大的法学家 叫什么我忘了 还有其他的这些人 一直在 张前凡教授 徐章润 这些 一直在发生 一直在进行呼吁 这种 那说明呢 再不能够像毛泽东那个时代一样 把门一关起来 大家 勒紧裤腰带 喊解放台湾 达到美帝国主义 那个现在可能 已经不行了 所以呢 如果西方 包括美国 美国是西方 二战以后制度的 制定者 领投养 要坚定 不能够摇摆 不能今天说种族灭绝 明天要和习近平见面握手 还要和他通电话 实中一贯的 强硬的一种政策 我作为在共产党的这种体制里头 待过的一个中国政府的这个体制里 我一直后面十年上汉语 然后上大学 然后十五年当老师 我全是和汉族人在一起 尤其是这些中层上 中层的官员这些都打过交道知识分子 那么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中国的这种集权得以成功是因为 他的这种霸凌 但是你要强硬的话 他就会退下来 所以呢 我们始终以为 就像这个北韩一样 他先制造矛盾 然后呢 要和美国对话解决矛盾 你给我一点东西 我就不搞核实验了 美国给一个东西 然后他再继续没饭吃了 钱花完了 再搞一个核爆炸 或者是实验 那么这种游戏呢 共产党中国也一直在玩 所以我们只要坚定的 继续使用手中已有的各种工具 我特别欣赏 Princeton大学 现在好像是在呼福的 Steven Kotkin教授 他的对中国问题的分析 要强硬 而且要用手中已有的经济 各个方面的这种工具 去惩罚他 阻止他 我们是有力量的 我们是有这种能力的 只是我们一直够不够坚定 是不是我们还抱着虚幻的希望 他能够改革 好 谢谢 谢谢 刚才 就是 对Andy的评论 我也有一个 简短的回应 就是 这个 intent 一般在中文翻译成意图 也可以翻译成目的 那这种目的就跟在 就是在法律上也是一样 一个 我们要定一个人的罪 要有犯罪的意图 那 这个不是他本人说的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一个人 把另一个人给打了 或者给杀了 然后他说我的意图是好的 我的意图是 是为了他的健康 为了他的什么 那这是 这是没用的 那中共他的说法 当然是说要打击三股势力 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 和分离主义 分裂主义 那 然后呢 他把这个集中营叫做 教育培训班 或者在教育中心等等 但是很多 那些 就有七八十岁的老人 有 有大学校长 著名的 医生等等 他们不需要任何的 教育培训 所以就是 就是 这个意图是通过 他的这些做法 体现出来的 刚才 伊丽夏利先生 挤了这么多例子 包括 包括这个人口 政策导致这些民族的人口下降 包括集中营里面的酷刑 强奸 然后很多这个死亡 还有一些 对对维吾尔精英的 大规模的抓捕迫害 对宗教语言的限制 就是强迫害 强迫儿童和父母分离等等 那这些包括强制和汉人结婚 这些东西都已经完全可以证明中共的意图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这个词原谬误 这就是很多 很多人会说 种族灭绝 这个英文是 Zenocide 它这个翻译成 种族灭绝 也是非常 非常这个 直接的一种 一种翻译 比如说 那你这个种族 没有被灭绝 没有像 纳粹杀 犹太人这样 几百万的 被杀死 所以就不是种族灭绝 这就是 这是一种 就是 词原谬误 就是 就不能从这个词字面上去理解 种族灭绝 这个Daniel Clark 就是郭丹青教授 他有过一个小的讨论 我也写过一篇中文的文章 叫 天安门屠杀与 种族灭绝 与词原谬误 那我有两个小的 有一个小的问题 一个敏感 一点的问题 那请 请教一律一下 请 你看呢 就是 这个 强迫劳动的 这种制裁 包括 包括其他的一些制裁 那导致 刚才您说 这个兵团的棉花 卖不出去 那我看到 有人说 他说 就是你这个制裁 导致的是 普通的维吾尔人 可能也包括 其他民族的人 他们没有工作 他们赚不到钱 所以呢 你制裁的不是那些官员 不是习近平 最后这个是让这些 普通的老百姓 承受这个痛苦 这个请问如何去回应 这样的疑问 那还有一个是 比较敏感的问题 那伊丽夏琪也知道 在推特上 我也比较活跃 而且一直在为 维吾尔人呼吁 一直在谴责 谴责这个种族灭绝 而且呢 一直在呼吁 汉人来反思 自己的特权 那我的这种 反思特权 就被很多很多人批评 很多人谩骂 他们无法理解 他们说共产党的这种 一党制独裁之下 所有的民族都受压迫 汉人也是受害者 那你有什么要道歉 有什么要反思的 那就是怎么说呢 那我有的时候会说 你看现实的话 那汉人不会因为 你说汉语就受到迫害 不会因为你自己 和海外的亲人 有打个电话 就被送到集中营等等 那这个在这方面是 就是共产党 虽然迫害所有的民族 但是他并不是平等的 迫害所有的民族 那对维吾尔人和对藏人 他的这个迫害 明显的比其他的民族 更残酷 对蒙古人的这个迫害 也比对汉人的迫害 限制更多的多 所以呢 就是问题就是 在多大程度上 我们当然知道 共产党是邪恶的 是元凶 但是但是呢 如何去看待 汉人的这个特权 那就是汉人有没有参与 对其他少数民族的这种压制 或者说汉人他有没有受到 受到优待 事实上的这个优待 享有事实上的特权 好 这里面有一个写过来的一个小问题 我先把这个给他讲明 他说我认为将新疆中学学农时期的实面化和强制劳动相提并论 并将此实为强制劳动的证据是不恰当和不充分的 那我来告诉这位写的朋友 每年的9月15号前后 学校都会告诉我们 全校在石盒子教师进修学校 技工教师进修学校 全校教职员工以及学生 必须去 每一个人的每天的人物15天 他一开始说15天 每天的任务是45公斤棉花 如果你食不够的话 一公斤棉花 如果当时的石棉花的价格在市场上是一块五毛钱的话 你食不够的人一公斤按两块钱交 你不交就不让你回到学校来 一直到你父母把这个钱交了为止 这是给学生 任何老师都不得拒绝 而且必须背上扑盖卷 我们要下到兵团里头 是最少15天 往往很多的时候都是到15天完了 我们需要兵团需要棉花丰收 我们需要支持他们 然后再延长个五天十天 每天的任务是45公斤 你必须食够 如果你食不够 或者是你有医院的证明 你不能够食棉花 无能力的话 你要把钱交给他 就是说每天按45公斤的棉花 你可以不去棉花地 45公斤的棉花 每天按学校定的价格 你要把钱交给学校 这不叫强制劳动 这叫什么 他没有说你愿意去学农 你可以去 不 你必须去 在兵团是小学三年级以上 全部都必须去 而且去了以后 一定要食够 那你可能没有见过 那个星期六星期天 棉花地里头兵团的那个场景 小学生三四年级的去了以后 星期六星期天是父母 开着带坐车到那以后 带着方便面 替孩子在食棉花 他为什么父母要帮着孩子 食棉花 如果那是学农的话 因为他要交钱 那些孩子的父母 是纺织厂的工人 或者是天液公司里头的工厂的工人 他们挣的每一分钱 都很珍贵对他们来说 所以他们 要帮着孩子 食够四十五公斤的这个定量 四十五公斤是什么概念呢 没有食过棉花的人可能不知道 如果你是在农村长大 食过棉花的话 你能够在上午食够二十五公斤以上 这个上午呢是在十二点以前 你六点钟在地里头 至少最晚不能超过六点 那么你才能够一天食够四十五或者更多 因为上午的棉花露水很重 下午的棉花十二点以后太阳出来 你食上一大麻袋拿过去 一成五公斤不到 或者是有的时候就很少 三公斤两公斤 所以没有效力 所以你要早晨 那么早晨五六点钟下到地里 是另一个是什么概念 半个小时以后你倒席盖 全是湿的 你的裤子 衣服 为什么呢 因为露水 棉花种的同时他也在打十年 好 这是强迫劳动 没有选择 没有人能说不 除非你的父母是官员 你可以说找理由通过各个学校的校长 好 下面回到腾标的问题 我想在这里头再讲一个 很多人说维吾尔人受优惠 比如说计划生育 那么我讲我自己 我91年结婚 92年第一个孩子出生 我想很快要一个第二个孩子 他的规定是什么呢 每一个单位每年生孩子是有指标的 包括维吾尔人在内 你要等这个指标 因为每一个单位给的指标是 确定的数目 所以呢 你有了第一个孩子以后 我得等 我等了这五六年以后 那么后面呢 就因为这种政治的迫害 就再没有赶上 到后面呢 我就一个孩子 那么这个 你所谓的维吾尔人优惠 并不是说你想要孩子 就可以要孩子 然后他又搞什么呢 如果你结扰给你奖励等等等等的这种方式 那么又偏一部分人 你如果结扰上几年 然后回头 我们再把那个拿掉打通 你可以过几年再要 我们给你指标 很多的过几年以后就没有了机会 那么这个是另一个 至于什么上学照顾 你是一个维吾尔学生 你从小是学维吾尔语的 然后你从半截子去学汉语 或者是上汉语学校 那么给你个十分五分的照顾 那我让你学维吾尔语 我给你照顾你要吗 你希望这种照顾吗 肯定不是 好 滕彪你的问题是什么了 一句话 我怎么也 强迫劳动 制裁强迫劳动的受害者 制裁强迫劳动的受害者 可能有维吾尔人也会遭遇一些 但是维吾尔人 无论如何 都是这种面对的是迫害 面对的是死亡 对维吾尔人来说 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 你在集中营里头 在强制劳动营里头 反正你的吃饭 什么都是受控制 你也吃 能吃饱 都不一定 那么对维吾尔人能有多大的影响呢 这里面获利的大多数都是 政治移民和兵团 所以它制裁的是兵团 那么你对一个面临种族灭亡的民族说 哦 这个制裁可能也会影响到你 我反正是要死亡 你就简单这样思考 你在星期六的早晨 任何一个华人在美国的 不管你是反共的 还是搞人权的 还是粉红 你星期六的早晨可以拿起电话和你的父母通话 他们在北京上海 你可以骂一骂共产党 你也可以骂一骂别人的人 但是 你的父母安然无恙 还可以到美国来拜访你 我从2016年开始 8月份起 到现在找不到 我的父母亲三个妹妹是否活着 我就想听一下他们的声音 我有电话 我有电脑 最现代的东西 你说汉人没有 这正好也回答腾标的问题 那么我本来不想举的 那我就不点名 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 参加六四的一个 汉人的学生领袖 他的父母可以来 他可以到 其他的日本 这些国家去和他的父母见面 而我们维吾尔人没有 同样的判刑 不行 汉人没有 privilege 你的汉人身份就是给你一个通行证 在某种意义上 你有着一定的优势 比如是在维吾尔自治区 我称东土厥斯坦 那么你进医院 你进其他的地方 汉人可以不用检查 而维吾尔人要出示身份证 那么在机场 包括在北京机场 只要看到你是维吾尔人 就要能 那么只要你是维吾尔人 不能住绿店 那么今天我 昨天我还借到一个 从北京一个人给我发的 实际上每一个北京的hotel 全部都是和警察有一个联络网 他说专门是为 从维吾尔自治区来的维吾尔人 设置的有一个系统 只要和旅店里头进来一个维吾尔人 他们按一下那个 警察是说比110还快来的 要调查那个维吾尔人是干什么的 哪里来的 不管你是官员也好什么的 那么这是维吾尔人面临的 那么汉族人呢 那没有这种区别对待 那么你在同一个公路的检查口 汉族人可以开着车过去 维吾尔人必须下车检查 你说这没有区别 那么再加上政治移民 我就讲这些政治移民 那么为什么 我当时我在试盒子一开始 也试图拿护照 汉族人却两个星期可以拿上 我拿不上 这就是区别对待 那么很多的汉人 一开始去是什么都没有 但去了几年以后 马上发财成为大公司的老板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要能找到一个当官的汉人 他可以获得给什么 无息贷款各种方面的利益 本来比如说在我去的那个农村里头 我出生的地方 我八九十年代去的时候 那么乡党委书记和银行的 他们合起来和另一个汉人的孩子 他们就办了个公司 原因是什么 每年给农村的中国政府 有给辅助农民的无息贷款 那个钱到不了维吾尔农民手里头 大多数是被那个当地的汉人干部 给了他们自己的人 比如说在兵团的时候 我再举一个例子 这种优势 那么我有一次带学生石棉花 我发现一个一块地的地主 它有将近二百多亩的棉花 我带着五十多个学生 今天把这头石完了 等我明天到下一头石完 这边又开花了 我在那块地里头干了好几天 最后我就问 我说你咋这么大的地 为啥别人没有 有人告诉我 那是一块黑地 我说什么叫黑地 他说这是连里头 团里头没有注册的一块地 是团长给他的亲人 或他的关系户的 所以这块地生产的棉花 不进到他的那个收购的里面 他可以随意卖自己的价钱 卖给其他的 谁愿意出高价的 然后这个钱呢 就有他们这些官员 你说维吾尔人能轮到 包两百亩地三百亩地 做梦吧 这都是给那些从内地来的这些汉人 我们时间已经到 但是我还是想能不能请您用一分钟的时间 来讲一下我们作为普通的民众 在网上听我们课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可以做点什么事情来帮助维吾尔人 大家可以做的事情我想简单 一个 相信每一个人的陈述 尤其是被受迫害者的 我没有必要编造一个 我母亲失踪 我弟弟被杀的故事 去博得什么人的同情 我在美国的生活很好 我在一个美国的大公司里头工作 各个方面 我本来可以享受一个很温馨的生活 坠卧的美国梦 但是我无法 我不能像你们一样 每天早晨拿起电话跟父母通话 所以将心比心 己所不欲 无始于等人 这是一个 另一个呢 要多看英文媒体的消息 不要只看一些中文媒体的消息 然后呢通过这个吸取单方面的信息 第二个 你首先要想到你是人 而不是中国人 或者是什么人 如果你当你抱着一个人的 这种意识的时候 你才能够有 痛感 那么 希腊哲学家 北拉图 在他的对话集里头 就提过 对一个人的道德要求 和对一个国家的公民的道德要求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那么你如果是以中国人的 角度去给你自己放道德要求的话 那维吾尔人的陈述全是假的 对你来说 所以我希望你首先要是一个人 然后 传播真实的消息 支持维吾尔人反抗 暴政的这种正义 看到事实的真相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 你多看别人的 看媒体上的 然后把这个消息传播出去 站在正义的一面 如果你不能为维吾尔人那些 被强奸 被酷刑折磨 被强制决疫的维吾尔妇女发声的话 你为铁链女发的声是假的 你为张展发的声也都是假的 都是不能成立的 你是偏见地充满的 这是从道德各个方面 那么其他的呢 有美国 有美国维吾尔人权项目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等等各个组织 参加我们的这些会议 传播这些消息 推特上 然后呢 如果你愿意 从经济上 可以支援我们 有捐款的专门的 Button 你可以在那里头 传播真相 首先是第一的 然后你在经济上能支持 那是更好的 谢谢 谢谢 安迪你有补充吗 没有没有 非常感谢那个伊丽莎特 他给我们很多的 很多的新的这个体会 谢谢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伊丽相提先生 我们下星期见 谢谢李安友教授 谢谢腾飙 你是维吾尔人的朋友 谢谢你 谢谢